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大学鼓励他的学生去参加实训课程 给他的学生学分置换 甚至于大三拿出来半年的时间进入到实训课程的学习当中去 那么在大四的时候就可以顺利签约 有的人也进入到了非常好的公司当中去 现在几乎所有的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学院都愿意和企业去合作 我们去联合建设一个专业 联合建设一个课程的方向 联合的去培养人才 包括课程的设置 师资的共享 包括他实训的这种项目到最后人才的输送 那么这叫贡献专业的合作 联合大学我们是他人才培养方案的提供商 也直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已经有11个品类的课程 有9个品类是完全IT技术相关的 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有97个training center 最大的一个培训中心 同时在学习的学生的数量差不多有2000多人 其中在北京我们就有12个中心 累计培养的学生2002年启动 一直到现在的话是14万 已经从达内毕业的学生有14万 合作的雇主的公司 累计就业在39000多家企业当中 那学生的就业率可以做到90%以上的 IT职业培训的市场究竟有多大 我想可能就是IDC的客观的数据 还是比较值得信任的 那就是按照IDC2013年的中国职业培训市场的话 有675亿这么大 在这个职业培训市场里边 IT教育的市场2013年是77亿 在这77亿里边 达内是有8.3%的市场份额 截止到现在为止是市场份额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那么除此以外 其实在图形设计 类似于数字艺术这个方面还有28亿的市场 在线营销也有9亿的市场 这些加起来跟达内相关的市场总额 在2013年是110亿 如果进入到2017年的话 这个市场会变成180亿 如果我们就是在既有的产品品类里边持续做 不考虑扩充新的品类的情况下 它的市场是这样大的 达内的发展历程 达内是2002年在中国来成立的 那么我们的创始人韩绍云先生 号称也是70后计算机专业毕业的 来自于宁夏一个非常偏远的农村 那么他大学毕业以后 他到北京首都钢铁公司 做一些文员和行政的工作 一段时间以后 他觉得这个跟他的自己的理想抱负差距太大了 所以从首钢辞职 加入了一个公司叫亚信联创 他刚去到公司的时候 也就不到30人的这样的一个团队 他从C++的软件诚信员开始做 后来他做了研发部的经理 后来他做了软件总监 那么后来他做了整个亚信的副总工程师 然后就是带领那个软件研发团队 由亚信有两个非常大的这个核心的产品 是他带领团队来完成的 这个过程当中 亚信也成功的在美国上市了 后来呢韩总离开了亚信 然后移民到加拿大 在加拿大他看到了 有一种非常好的培训的形式 那么与此同时呢 中国当时在IT培训的这个领域里面 做的最好的一个公司 北大清雅 清雅的那个定位是以高考落榜升为主 那么你高考落榜升为主 真正的在IT技术团队里 去做工作的很多从业人员 至少是大专学历 所以他就认为 中国可能需要一个真正的 可以培养出能够在IT行业里边 从业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他毅然决然的 创办了达内 那么2002年的时候 就是进入到北京中关村 启动了他第一个中心 2003年的时候 IDG投资了达内 达内也成为整个中国教育领域里边 第一个获得了风投的公司 很多人采访韩总说 你是怎么拿到第一笔风投的 韩总说我至少有这个30 还是50个这个投资方 我去和他们联系过 IDG的这个合伙人 中国区的副总裁李建光先生 到达内去看 去考察的时候 7月份的北京是极其热的 那么韩总和创业团队的几个老师 在一个非常小的办公室里边 他们只吹着一个很旧的电线 有一台崭新崭新的空调 刚买的他们放在了学生的教室里 那么李建光先生 他当时就很感动 为什么呢 说第一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 第二他认为一个真正对客户负责任的团队 才能够让他的资产保值和增值 所以那个时候 他毅然决然的投资了达内 获得风投除了一个是资金的保障以外 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很早就使达内进入到了规范经营的 这样的体系当中去 所以后来我们在IPO的这个过程 我们并没有准备的多么的辛苦 02年开始 这个创业团队第一期班只招了八个学生 然后到第二期班就是48个 2005年的时候好像一年是500人左右的招生规模 那么如何把这个招生规模做大 韩总就做了很多思考 第一个他是认为我们的学费还是蛮贵的 13000多块 那个时候他认为一个大学生 如果再交了很多学费 学了四年以后 出来以后再花一万多块钱去参加培训 有可能会给家里带来很大的经济的压力 因为他也走过这样的历程 那么如何让更多的人可以突破经济门槛 对IT技术感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培训呢 他当时就有一个大胆的决策 先就业后付款 就业以后分期付款 一万三千多的课程 学生只需要交纳很少的钱 其他的一万多块 要分十个月十二个月 用他每个月的工资自己来还钱 不用增加家里的负担 我们就是这样开始做的 我加入到达内的时候 我们总共才全都各地只有四个分中心 那么我们会发现只要在外地 只要setup了你的trading center 大家觉得一个培训公司 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老师很重要 我们那么喜欢优秘网 因为优秘网讲授课程的老师 都是业内最好的人 我们对老师的要求是 你一定要有七年以上的开发经验 并且真正的在大的团队里做过项目 这样的技术人员 你还有非常好的表达能力 你要把它讲清楚 其实这样的人是不太好找的 那如果你到了二线和三线城市 去找这些老师的时候就会更难 那有没有一种办法 可以让最好的老师 与此同时给全国人讲课呢 韩总就有了第二个创新 我们把所有的老师集中在北京 用远程同步直播的方式 给外地的达内学生上课 这在当时的行业里是极见经的事情 最近这两年在线教育很火了 木课很火了 O2O很火了 我们才发现 哇我们已经干了这么多年了 我们是这种O2O的教学模式 和这个先就业后付款的模式 同时推出来的 那么如果你对就业结果是不满意的 你是可以不用付款的 2005年12月份我们开始实施 到了2006年的时候 我们就呈现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 紧接着在发展历程过程当中 第二个来自于经营里的挑战来了 是什么呢 应收款 就是你的学生都是就业后付款 就业以后分期还款 你如何去管理这些应收款呢 我们寻找了专业的公司合作 与此同时我们财务自己的体系 也发展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信用体系 那么到了2008年的时候 我们又引进了第二轮的风险投资公司 第二轮注资的公司是吉富亚洲 然后IDG又一次跟头了 随着达内推出了这种先就业后付款的培训之后 很多这个陆陆续续几年时间下来 整个行业里都这样做 也有专门的开始是金融公司 愿意给培训的学生来提供贷款 现在是银行愿意给培训的学生来提供贷款 那么其实我们的后边的应收款和现金流的问题 就解决的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到了2011年的时候 我们引进了第三轮的融资 就是高盛注资了达内 这个从资金上给了我们比较大的帮助 让我们公司在内部的经营管理上越来越规范 因为高盛注资以前 他要做五个月的地地 审计不管是法律的财务的 还是管理人员的禁职调查 去到我们二十多个分公司和大量的学员去交流 规范了我们内部的管理和运营 2013年的时候 我们的课程也发展到十一门了 其实2013年我们就开始准备IPO了 那么到2014年4月份的时候 我们开始在美国上市 这就是整个发展的这样的历程 我们能看见的是这个 就是我们training center 每一年发展的这个数量 07年的9个 08年11个 09年17个 到12年的时候是57个 13年的时候我们是92个 到今年第一季度我们是97个 然后学生的数量 去年我们一年培养的学生的数量是 4万6千多人 今年可能要比这个多50%左右 然后我们课程的品类也在逐渐的提高 到13年的时候已经是11个 我觉得从三个角度来说 第一个是从营销的角度 第二从教学的角度 第三个从学生就业的这个角度 从营销的角度来说 是我们推出了先就业后付款 我们的营销也不仅仅限于是和大学的合作 我们有两个营销的渠道 第一个是在线的 2C的是面向所有学习者的推广 差不多要占到60%到70% 另外一部分是我们跟500多所大学合作 它的学生直接到达内来参加培训的 这个就是远程福布直播的教室 我们的老师在北京讲 学生呢 他会从这个电视机的屏幕上 看见老师从这个投影仪上 去跟着老师写代码 然后呢 现场也会有一个助教 那么如果这个学生 他当天学习的某一部分课程 他觉得学习的不够好的话 我们还有在线的视频 他可以回放 去加强某一部分的学习 现在呢 就是平均我们有一个老师 可以教授600多学生 在近三年当中 我们学生的数量 就是复合增长率是68% 然后我们的收入的这个复合的增长 近90% 他们的平均工资 比现在的大学生平均就业的工资 要高出14.3% 就是本科生的就业工资 我们合作的一些世界500强的公司 总共有40所 我们签了这种人才定制的协议 每到一年年底的时候 会来跟我们谈 下一年度 预计要从达内招聘的员工的总量 并且给到我们他招聘的方向 和相应的要求 这样的工资差不多有274个 比较有代表性的像是亚信 通常他一年定制的人的数量 会在800人左右 但其实我们实际输送过去的是 不到300人 还有一些企业 跟我们建立了全面的人才服务合作 签署了相应的这种 人才服务合作的协议 2014年协议期的是1799家 他们会愿意有实习生的选拔 代理招聘 IT猎头 这样的基于全线的人才服务 来和达内合作 各地经常有专场的招聘会 这是北京的 指的是IT专场的招聘会 深圳 杭州 重庆 成都 武汉等等 那么从2012年开始 我们每年也组织达内的学生 去评选自己最喜欢的IT雇主 我们的同学自己会给工作的企业投票 是对于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